一只甲鱼 这个芳汇的鱼塘哈 我一百块钱租的 里面有只甲鱼 我看到了它水浑了 这里面鱼泥好深 我去换水库来 我换水库 把它抓上来 就那个位置 别跑啊一个等着 这个甲鱼哈一定是我们去年 跑跑跑跑跑掉的哈 这个鱼塘本来是我 花了一百块钱租的哈 结果没用 因为对面的山都看光了 很多玉泥冲进去 没用这个鱼塘 一百块钱浪费就浪费了吧 但是里面有甲鱼 我看到了 看到我拉里跑 赶紧穿水库去 别跑了 应该穿上水库 一定能把它抓到 现在现在哈 虽然甲鱼 没养多久 哪里有没有甲鱼 有没有趴窝 我一看我就知道 应该能抓住哈 所以说去年920甲鱼哪去了呢 跑光了 啊 跑的到都是 小溪小哥稻田里面都是甲鱼 就抓回来 应该不止一只 但是我只看到一只 也脚印 有几个脚印 这鱼里也是不过 慢一点哈 在那里 我看到我看到怎么跑 你看 哇靠 马拉过不去 好顺 拼了 威乐板 我得这只甲鱼我也拼了 即使淹掉我 在这 就在这里 嘿嘿 哇哇 想咬人 你想跑 你跑了吗 你看 啊 七八两 嘿嘿 真的是野生的 吃的野生的 这吧 应该还有 但是我不一定抓到 这边可能有一只 你看这脚印 再看这脚印哈 很明显不止一只甲鱼 这看看是这 你不要试试鱼 摸一下 这是走了 一个窝在这里 这是走了 这是走了 这个甲鱼路 啊 挺多的 你看 这里面不止一只甲鱼 全是甲鱼路 看箱子都有 半斤以上 七八两了 这路线 啊 自己去你们看一下 这个水里面应该还有 看一下这个淤泥 兄弟们 好深哈 啊 前段时间下雨 山里面的泥巴又冲了不少下来了 所以这个鱼塘 没什么用哈 给我也不要 别说花了一百块钱 当初租下来是因为 想请挖机清理一下 还可以好好用一用 结果运气太深了 挖机根本下不来 挖机下来打一圈 一爬上去的 差点把挖机卸上去 浪费这百块钱算了 不要了 再放点鱼笼 应该还能抓几条 甲鱼回来 从前 我的妈 这是甲鱼 股底鱼筋一二两 啊 百分之百就是我 我们甲鱼塘跑上去的 去年哈 九百只 跑了不少 被我抓回来一只 咬到我了就把一只凳呢 我这甲鱼不得了 哇 这鸡脚好劲 看一下这甲鱼气得在咬自己 你看 这个傻不傻 在咬自己的腿 使劲咬 你看使劲咬 估计有一斤鸭两只甲鱼 你看 啊 也不是很大 有两斤多的话我就自己吃了 这一斤多 放我们夹一趟哈 这样吧 大一趟肯定也有不少甲鱼哈 到时候 我们都放鱼笼 看看能抓到几只 抓回来一只 算一只哈 这不又回本了一只吗 是吧 在我们这边是野生的 一百六一百八一斤的 这个也算野生的 啊 在外面自己长大的 要了不松口 给你放进我们甲鱼糖 还不松口 别把自己给憋死了 傻的 还不松口 你看 死了 哈 把自己给整死了吗 我看 看他指甲好尖 你看他 实际咬自己 不松口 傻乎乎的 松啊 这真咬死了 我看 松了松了松了 让他翻身 给你们看下 这家一跑多快啊 看一下 哇靠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